吉隆地檢以及海巡署 宣布破獲運毒集團 日前他們在國道攔查一輛貨車 是查扣了八百五十八公斤的毒品 Ketamine 那檢警鋪案之後 也公布二十名幹員在國道上 核彈石槍還有燃車尾捕的畫面 過程是相當的驚險 檢警接獲線報之後 以黃新男子為首的運毒集團 今年五六月間以漁船走私的方式 從檢普在運毒入台 檢方指揮海巡署 真防分署基隆查器隊 還有新北市警局等單位 搜證控制了多個月 鎖定了可疑的運毒貨車 終於在今年七月二十四號凌晨 在國道一號與台六十二線 大華交流道附近攔截毒車 二十多名幹員是全副武裝 將頂著光頭的司機拖下車 並且在五秒內壓制 過程是十分的驚險 光頭司機嚇到說 我不會反抗 這個情節就像在拍電影一樣 好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彰化的三名公員 昨天傳出隨機砍人案 有一名三十歲的男子 突然持刀砍傷了三名的女遊客 之後還在現場揮刀自殘 警方到場之後是立刻將男子壓制 並且強制送醫 幸好現場的三名女遊客 沒有生命危險 彰化縣原林三名公員 十四號中午傳出隨機砍人案 經警方初步調查 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突然持刀砍傷三名女性遊客 隨後還在現場揮刀自殘 警方抵達現場後 立即將男子壓制並強制送醫 所幸現場三名女傷者均受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據瞭解 砍人男子也非本地人 至於男子行凶動機 和雙方關係為何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一名非常漂亮的選美小姐 叫做李芷儀 她過去曾經是名警察 那現在和台中警局合作 來宣導防詐騙 只要到她的IG上留言按讚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超可愛的限量版刑警兔兔 小姐小姐我們在網路上聊過天 而且聊得很開心 我沒有喜歡教人 但如果年紀完 我們宣導一件就以最後的台中警察局 是這樣的刑警出座 這次幫免警察 和曾經任警職的 國際選美小姐李芷儀合作 以假交友詐騙為主題 開頭是以情境劇方式帶路 提醒民眾當心受騙 而李芷儀自己所養的比利時狼犬 弱弱也同時入境 帥氣程度直逼警犬們 而現在到李芷儀IG專頁 獲得是豐原分局粉專按讚留言的話 並且tag一位好友告訴她 掃心詐騙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限量版 超卡哇伊的刑警兔兔 好 現在讓我們看到另外一位美女 就是被封為最美實習生的孟宇童 那她之前是任職在中國大陸 格力電器霸氣女董 董明珠的底下 近日這名女董就直接標罵 她已經離職的網紅女秘書孟宇童 因為她說孟宇童 既然她自己是當秘書 但她竟然連一個公文都寫不出來 只想藉由格力的平台來當作網紅 所以最後就把她給開除了 董明珠13日在格力電器2023屆 大學生入職儀式中提到 當時在實習生節目當中 是看中了孟宇童的情分 才選來她做秘書 希望對方能有所成長 結果沒有想到當一個秘書 連一個公文都寫不出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秘書 而藉著我們平台成為一個網紅 已經在公司起了不好的作用 所以我把她給開除出去了 董明珠說大家都覺得孟宇童讓格力品牌 有很多所謂的粉絲 但是那有什麼用呢 不過是今天掙的錢多一點而已 我覺得這跟行屍走肉沒有什麼差別 有錢又怎麼樣 錢不一定要 但不是我們夢想的追求 而是我們奮鬥的結果 好 最近抖音神群的柯木3 真的是非常的紅 不過其實看似很模型的動作 其實跳起來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高雄市有一名男子 近期在跳柯木3的時候 竟然就不小心給跳到骨折了 第一時間她還以為自己只是扭傷而已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 她發現怎麼好像越來越痛呢 結果到醫院檢查之後 才發現自己竟然骨折了 她還自我解嘲是骨折3 隨著音樂左右搖擺 模型的音樂配上動感的舞步 柯木3帶起了一波熱舞風潮 不過柯木3對腳踝卻有著極大的傷害 日前高雄市一名朱姓男子跳柯木3 導致腳踝骨折 有13年跳舞資歷的專業老師阿咪說 柯木3雖然看似是很簡單的舞蹈 但是雙腳凹出的角度是平常走路都不會出現的 所以膝蓋和腳踝的暖身非常重要 另外李醫師也提到 造成腳踝骨折發生的原因就是重心改變 讓承受全身重量的腳底瞬間改變壓力就會骨折 跳柯木3對於雙腳會是一大考驗 民眾在跳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和熱身 最容易受傷的大概就是腳踝跟膝蓋 因為膝蓋不適合左右激烈晃動的一個動作 比較輕微的就是韌帶拉傷 比較嚴重的就是造成骨折 接著呢帶大家看到的是 在新北板橋有一名男子 他是違規停車載紅線 那警員呢他是依法開罰單時沒有想到這名男子卻暴怒 而且呢還大罵圓警三字經 那圓警呢要把他帶回警局偵查時呢 男子才改口說他是在罵自己啦 男子下車後情緒激動對圓警瘋狂叫囂 還舉起手機要開直播 來啊來啊 你回庭欸 你先拍你回庭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移走 你要不要移走 我回庭啊我動手啊 你要不要移走 沒差啊來來來動手 你要不要移走 快移走啊 新北市板橋區13號中午11點左右 22歲陳姓男子 將車停在新浮路旁邊等待時 遭到民眾檢舉 巡弄圓警破爆後到場處理 城南還覺得是警方在找他麻煩 氣氛下車與圓警爭論 並拿出手機對警員拍攝 不過在警員置單完成交給城南時 城南卻低聲罵句三字經 警員當場質問是否對其辱罵 城南立即辯解 我罵我自己啦 隨即在警員告誡下 陳南才轉頭開車禮去